嗨,理財悠悠班投資強門賬 歡迎收看今天的Smart支付 Dolphin產業雙周報,我是悠悠 我們先來歡迎范正宏分析師,海淳好 大家好,我是Mr.海淳,范正宏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主題是有關於實際的加碼策略 因為上一集大家好像對加碼策略這個主題非常有興趣 因為最近市場波動非常劇烈 我們上次其實就有分享說是左側交易跟右側交易 如果大家忘記的話記得回放一下之前的影片 我們這次直接幫廣大朋友謀福利,我就逼海豚 我們就參考了目前,其實台灣現在定期定額最多的股票 其實第一名是台積電,第二名是趙鋒金 接下來是玉山金、河庫金跟第一金 所以我們就請海豚幫我們從台積電跟趙鋒金的角度去看一下說 如果你本身就有在定期定額,那你加碼策略可以怎麼訂定這樣子 海豚,你覺得加碼策略這件事情我們到底要怎麼做 首先就是定期定額這個部分大概是大家可以持續去做一個扣款的動作 那因為這部分是機率的部分,那當然說今天要談的是指說 定期定額之外,我們可能也需要想要大筆的單筆投入 因為像剛剛Yue跟我聊天的時候有聊到說 因為其實市場上很多人做所謂的逢低加碼是很無腦的 而且那個金額有時候一丟丟很多,其實很快就容易發生 我們上一集講的就是子彈很快就打光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幫大家說,如果說你想要大筆的丟台積電或大筆的丟所謂的金融股電存股 那我們要怎麼去分析跟判斷在什麼位置去丟 其實是相對來說是更便宜更有安全的一個位置 其實我這邊可以幫大家先複習一下上一次 其實我們有提到說,因為我們現在講的是額外加碼的部分 上一集其實有提到你如果要加碼的話最重要的原則是首先你不要all in 對,那第二個就是你要設定資金使用上限 譬如說我今天有100萬要操作 那你左側交易只投入一半,假設你只能投入50 那這50萬的話我們可以再依照標的 可能就是這一檔我決定再加碼30,然後這一檔20 那接下來我們就討論說,假設這一檔30萬我要加碼的話 我要怎麼樣去做分批加的動作這樣子 那我們就先來看台積電吧 好,那其實之前有跟大家提過就是你看本益比 你要去做這個那個點位的承接的話 其實用過去的本益比其實很容易陷入所謂的本益比陷阱 那什麼是本益比陷阱呢?就是可能你看現在的本益比10倍 那是因為去年可能賺了不少錢 可是萬一比如說去年賺10塊好了 可是你現在看本益比10倍很便宜 可是萬一它今年的一片只剩下5塊呢 完全本益比會瞬間變20倍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這可能會有本益比陷阱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本益比推估的時候 一定要用所謂的預估本益比 那一般來說,我們基本上很難知道公司未來的EPS預估嘛 但是台積電,放心,外資都有很多的新聞給你看 所以像這邊呢,就是像這個九月初的時候 瑞銀就有稍微下調台積電的預估獲利 就是2022年到2024年 大概就是下調到所謂的37.82、38.77跟46.88 那其實我們就可以從這些外資的新聞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大概明年的EPS預估大概就是38.77塊 當然說,各家外資給出來都不一樣 我們只能拿瑞銀的來做參考 那所以如果說以台積電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它的本益比的圖的部分 那如果說以歷史來講,其實我們就要去看說 什麼樣子才是相對安全的位置呢 那其實如果說參考最慘的狀況的話 2008年的時候它的本益比曾經來到10倍以下 甚至來到8.86,大概就是8跟9左右 那我們就至少說,那我們真的要大筆投入的話 至少要等到它真的很便宜的時候 要記得我們要做比較特殊的加碼 一定要買在真的很便宜的時候 因為如果你中間亂加碼 那你永遠不知道後面的底在哪裡的話 鍵上的心理壓力會很大 而且你買起來也會比較不踏實 所以如果說以剛才說38塊的話 那以10倍本益比來講就是380塊 可是到今天台積電大概還有470塊左右嘛對不對 所以變成說你可能你要做單筆的大量加碼的時候 你可能還需要等到它跌破400塊以下 可能才再去做加碼 其實才會是比較安全的 但這邊你要注意哦 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什麼 其實以前我在寫這個海生的產業筆記的時候 都會跟學人講說 當你看到一家的公司財車被下修的時候 就代表說這可能只是一個開始 因為公司的財車被下修代表後面後續 可能還有你有一些看不到的一些狀況 那有可能會一次一次又被持續的下修 那所以呢台積電目前有被外資下修 那不代表說未來就不會再下修 所以大家一定要持續緊盯 就是外資對於台積電未來獲利預估的看法 如果說目前呢 明年的EPS假設從38又下修到37又下修到36 那你就知道你要大筆投入的時間 大筆投入的這個點位呢 可能又從本來的預估的380塊 又會降到370、360 這個大家一定要去做一個注意跟觀察 好那我想幫大家追問一下 因為海豚醫師說如果假設我們就以參考Rain的這個 然後跟過去歷史本一比10倍來看 所以我們就是以股價380 作為一個進場開始加碼的一個點位嗎 那但是我覺得以幼幼來說 就是可能很多人會沒有耐心 如果像整數關卡的話 比如說400塊我可以加碼嗎 其實海豚常常講的句話 就是沒有不能做的策略 就是重點是你有沒有照紀律去做 因為像海豚之前有說過像0050那個本多中間操作方法 對不對 在2020年那時候不大跌嗎 跌到我自己都會怕 就是會有點怕說買下去會不會繼續崩 可是像我們在做這些定期定額單筆的時候也是一樣 像重點不是說那點位沒有來 或是你等不等到 而是那點位真的來的時候你敢不敢買 所以我就覺得說 那個點位當然是需要耐心的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你真的要照紀律去做執行的買入 那另外就是說 這樣講好了 假設你真的要買 那點位該怎麼設定呢 那當然說你可以說400總共關卡我可以買 當然可以 那重點是 比如說你這邊要投入30萬到台積電 那你又怕不是買在最低點 那你就可以分三筆或分五筆 比如說每跌5% 400開始每跌5% 你就丟一筆資金進去 直到買滿為止 那也是要記得 上一次我們的分享也有提到 當你預計的資金買滿之後 就不要再額外加碼 因為這是所謂資金控管的部分 避免說你投入太大 萬一台積電哪天怎麼了 你等於是錢就丟到水裡也不太好 但是不太可能 只是說避免風險的思考一定要放在第一位 所以其實短期來說 以目前參考的這個價位 等於是假設我們真的是 不管是從400或從380 因為看同學可能自己保守 或是比較衝的性格 那反正就是假設如果你分3P或分5P的話 你等於每5%往下5%就加碼一次 你等於如果你分5次的話 你就是他已經向下跌了25% 所以算是一個相對也比較安全跟保守的一個位置 如果以預估EPS不變的狀況下 這當然是比較保守 因為我前面有提到 我們要做這種就是假設抄底 所謂抄底大家就是希望買在底部 那怎樣才可以叫底部呢 就是從歷史數據來看 他真的有足夠便宜到大家會一直進場去接的位置 那可能就是本一比10倍以下 那所以我覺得這樣子做 當然是我覺得是比較相對來說 的確是比較安全的 好的 那同學可以記得就是目前 就是參考目前的大家的那個數字的話 大概就是380或400 大家可以自己去斟酌一下 去設定一下想法策略 那再來就是照風金 因為這樣聽起來的話 其實基本上我們就是要先設定一個價格 然後去往下做分批進場 那海豬如果是照風金的話你怎麼看 好那其實又又給我這個題目之後 我回去把所有的金融股都掃了一遍 然後發現了一個很恐怖的狀況 結果發現 因為大家知道嘛 就是成長股台積電這些 我們會用本益比 但是呢金融股我們通常是用本盡比 去做一個觀察跟參考 那結果我把所有的金融股都掃了一遍 發現哇現在金融股都好貴啊 那貴呢 當然不是說只說它股價貴 而是說以PB去評比的話 它其實現在的價格都是偏高的 那我們就拿那個 趙風金來做比喻好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趙風金的這個 歷史的本盡比 那其實這個會發現說 其實它其實在處在歷史相對高位 然後我說 以它的平均來講 我們就抓1.2來看 那所以其實金融股它目前大概是在1.57 所以等於說以本盡比來講 它其實是處在一個非常貴的位置 對歷史高點的位置 所以等於說現在你去大筆的丟這個定存股 其實是不適當的 當然你說定期定額還是可以啦 只是說大筆丟其實是 相對來說是非常不適當的 等於說如果說你要等到它 所謂像前面講到 它夠便宜 我們要買在底部相對低檔的話 單筆大筆的丟進去的話 可能就要等到它跌到平均值以下 那假設我們假設1.2是它的平均值的話 那我們從這個本盡比合流圖來看的話 你要跌到1.2的話大概要跌到可能28塊以下 那兆風機目前價格大概是34 35吧 所以等於說它可能還要再跌個 6塊 10幾20% 那其實不少 所以我覺得說大家如果真的你要大筆的 單筆去投這所謂定存股的話 從金融股你用去PB去看一下 它歷史平均的本盡比在哪裡 本盡比在哪裡 那你要大筆單筆投入 至少也要投入在它平均的本盡比之下 其實會相對來說會買在 更容易買在相對低點 嗯 但其實我覺得也是先提醒同學啊 因為我們有時候在等待 因為你定期訂了還是持續 你還是有在參與市場 所以你不要心急 就是我覺得反而趁下跌的時候 你要當一個有耐心的獵人 對 就等到它真的到一個夠便宜的位置 我們在進場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來回來趙風機 就是剛剛提到說 如果以參考目前的這個本盡比來看的話 就是大概是在28塊的位置嘛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會怎麼設定接下來分批進場的一個價位呢 那既然要買的比平均本益比還要低的話 那一樣嘛 本盡比跟本益比一樣 他們都會隨著這個時間的演進 企業的變化而去有所改變 所以你一定要持續關注 趙風機或其他金融股的那個進值的變化 還有當下的本盡比的位置 那我說真的你要操作的話 我當然會希望買平均之下 那就是28塊以下嘛 28塊以下可能一樣也是5%5%的這樣子去丟 OK 如果因為我數學比較不好 我們用30塊來算嘛 假設如果我今天30塊我分5次 就是每5%去加的話 因為30元的5%就是1.5塊嘛 所以我是不是等於就是每疊1.5元去加碼一次 所以我30元買一次 然後28.5的時候第二次 27第三次 然後25.5的時候第四次 24元的時候買第五次 是這樣嗎 對對對 OK 所以等於是用它 你設定好那個價位算5% 然後去扣這樣子 那海豚想問一下就是最後 你有沒有想要補充 就整個在加碼操作的時候 有什麼注意事項 好 那基本上這邊建議大家 就是不管定期定額 或者是定期不定額 其實也不建議大家 把資金過度集中在少數個股上面 因為 繼續這樣講 過去10年好的定存股 不代表未來10年是好的定存股 簡單來講 像中鋼的例子大家應該可能就會比較清楚 雖然說去年飆了一段 但是真的大家也等了很久才有那一段 那所以呢 在這個前提下 如果你把資金過度集中 存在一檔股票裡面的話 基本上或同一個產業的話 基本上我會覺得其實風險是高的 那如果說你真的沒有時間 也沒有心事去研究說 比如說這檔公司的本益比哪裡算低 哪一檔金融庫的本金比算低的話 那我是建議大家其實長期投資0050 或是相關的高股息的ETF 其實就可以了 嗯好啊 我也想幫大家補充最後一個重點 就是剛剛海豚有提到嘛 就是因為像這些公司的 淨值跟本益比跟 EPS 其實隨時都會變化 但同學你可能隨著它這些往下走 你可能去下調你的加碼點的時候 你要留意說它是不是一直被下調 那有可能就是產業會出現一些問題 就是你也是要特別警惕說 它到底還適不適合當存股 或是加碼的一個個股這樣子 好那就是謝謝海豚今天的分享 那我們就下一個大見囉 掰掰 我們就下一個大見 就下一個大見 是吧 我們就下一個大見 就下一個大見 感谢观看